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年来县里年轻人从军报国的热情一直非常高 汤茵县赴道乡就有一户姓苏的人家 家里两个儿子都相继当兵去了军营 只剩下两位七十多岁的老人相依为命 这些年为了能让儿子在部队安心工作 老两口还把孙子接回来照顾 家里老的老小的小 日子虽然有些结局倒也是自得其乐 去年春节前苏家不幸遇到了打官司的麻烦事 这下可让两位老人犯了难 一来家里没有顶梁柱 二来这岁数大了又不懂诉讼程序 突然面临如此困境 苏家老人该如何是好呢 他叫苏琪德今年近三岁 自从十几年前两个儿子相继当兵 离开这个家之后 苏琪德和老伴的生活就变得十分冷静 这几年难得有两个孙子相伴 两位老人的生活才多了些滋味 然而平静的日子被打破了 去年年底因为宅基地的问题 苏家和邻居发生了严重的纠纷 根据村里的规划 邻居家翻改新房 需要占用苏琪德家三点五米的宅基地 而这块地上刚好是苏家的几间旧挖房 一方面邻居认为苏家应该尽快为他们腾出地盖新房 这个要求合情合理 而另一方面住得好好的房子突然要被拆 这对苏家来说简直是个晴天霹雳 且不说房子平白无故地要被拆掉 一家人心里总亏是不好受的 更何况家里老的老小的小 真是要拆起房子来 怕是折腾不起 本来苏老汉就有些委屈 邻居如此的态度更是让他窝火 一不做二不休 他索性拉下连来 得不到补偿就绝不拆房子 可是没有想到的是 邻居比他还要生气 在军头湖你不要出门来 他生气了 然后在那边打一道枪 东西枪就这个位置 不让我们军头湖出现 这是绿岸岸岸岸岸岸岸 不这样的酒精要给我别我 不叫我出门 就这样苏老汉一家被堵在了家里 想出去没门 谁都没法干 三四口五六口在下口 所以出门没法出 你个年日是早期 当军头湖出门 大一个说当兵呀 你常常好 当兵不治愈的话 只有不当兵 你想说一句话 老农民你站不值得 如庆站能会 当兵呀 不是比较好的 所以说 我们交开得知道若是 因为那预案 我把那心 想去法院讨个说法 但是由于出不了门 连告状都没出告 那时候乡政府的工作人员 都已经放假 乡司法所所长李小霞听说 决属户出现这样的情况 一下子就急了 心急胡了的 租几十里外的老家 赶回了乡政府 一方面会同村干部 前往现场进行调解 一方面紧急联络人五部 和县司法局等相关部门 当时正式念观计见 李小霞在就这个村 一住七天 去往东传他 东边还有这边的一块 他不行 我就找到我的边 你要先有先 你不先我就找到这边边 所以经过好几条件 他都不听 所以当时我们政府 土官说的 官土地的 钱的也多次来 也多次来 但是效果没有 这一天 汤银县武装部 司法局 公安局 以及县法院的领导 同时来到苏老汉家里 他们一方面 对苏七德一家进行慰问 一方面组织人力 把堵在苏家大门外的砖墙 清除干净 然后我这推出都像那种客气 小冷机 全都 无想把 资料都全部都卖 人 然而事情并没有随着砖墙的推调而告终 由于双方积怨太深 邻里关系 进一步恶化 很快邻居就在苏家大门口外 建起了一个厕所 人无可忍的苏七德决定 还是拿起法律的武器 为自己所受的屈辱讨个说法 然而这个想法很快就让苏七德自己陷入了迷茫 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他 连起诉书都不知道该怎么写 更何况打官司 程序复杂 自己腿脚又不灵便 能不能经得起这番折腾 还是个大问题的 就不知道该打一周 下次该找人 再搞 再走 谁给修书装 开始谁知道 谁不知道 我们和武装部商量以后 就帮助他 引人诉讼程序 我们就当时 就指派律师 帮助他打官司 并且免费帮助他打官司 免收 打官司输送中的一切费用 让苏七德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司法机关不仅帮助他调节矛盾 还帮助他打官司 更让他感到意外的是 自己所到之处 都有专门为军人军属特赦的绿色通道 各种司法流程都不用自己操心 如果说苏七德老人之前 是被邻居给弃晕了 这一下子 他又被各种惊喜给砸晕了 因为他帮我把这个军属实际工解决了 我走路是苏长 行 就倒一下 足不出乎的苏长汉哪里知道 这个专门为军人军属开设的绿色通道 其实早在15年前就已经存在了 这其中的故事还得从1996年说起 就在那一年 一封来自军营的求助信 引起了汤茵县人务部和人民法院的关注 我们耐心说 我原在边疆周边 我高龄的父母在家产生了纠纷 现在我不知道情况复杂到什么程度 每当我这个晚上休息的时候 我不能成面 好像是我们在前方流血流汗 家里边复杂到这样的矛盾 甚至这个有时候不能得到解决 他们是多么的焦虑 多么的心理不甘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父亲要思考 我们父亲是干什么的 就因为这封信 汤茵县人务部部长和宪法院的院长 进行了一次促悉常谈 他们认为 军人军属身份特殊 涉军维权案件解决不好 就会给军队建设和社会稳定 带来不良影响 为了提高涉军维权案件的效率 能不能设立一个专门的法庭 来调节此类问题呢 就这样 全国第一家维护军人军属合法权益的巡回法庭 在汤茵县应运而深 所谓巡回法庭就是为了减少军人军属 在诉讼程序上跑冤网路 根据他们的实际情况 无论是在田间地头 还是当事人的家乡 随时随地 都可以专门为他们组成临时法庭 以便及时帮助他们维权 当时为了方便军人军属 找到这个维权组织 唐云县第一个社军维权法庭 就开在县人武部 他第一站可能跑到这儿了 那么到了这个地方以后 我们作为武装部 给军人军属 叫做当事人 一些能够解决的一些实际问题 能够解决的做一些打法 能协调 如果解决不了 我们需要根据当事人的情况 需要请求法律服务 需要到法院打官司 需要提取诉讼 我们可以专门的这个函 你看 这唐云县人民武装部 转办函 转到这是相关的这个执法部门 不要小看这一张转办函 打着它到任何一家执法单位 立刻就会有专人对你的案件 进行特事特办 1997年9月 唐云县人武部 与县司法局联合建立 维护军人军属合法权益 法律咨询站 同年10月 唐云县法院复成立了由公安 检查 法院 司法民政 人母部 共同参加的 唐云县维护军人军属 合法权益领导小组 社军维权工作 得到了纵向的拓展 社军维护军办公室 在全国法院 这是第一家 专门成立的一个办公室 这是四家 主要是受理这个 射军案件的 受理射军案件 协调 唐云法院 各个清科室队 案件来 独办 手里 跟踪 监督 都给我们司令们 这个管 在唐云县司法局 我们还看到 专门为军人军属提供的 一系列免费维权的服务项目 这里是我们司法局 发的军人维权服务项目 军属来了以后 军属来了 一般的签 我们接着 社军人接着 军人军者结果 时间了 和相关的指数 典员制律师信息表 有原住中心的律师 有社会律师 然后我们的军属可以挑 这是他们的一个个人信息 他这样 我擅长姓氏 他擅长名氏 是吧 这个是擅长于刑事辩护 工伤赔偿 继承纠纷的 这个擅长是刑事辩护 劳动争议 劳动纠纷的 劳动纠纷的 每个还特长不一样 这个就删扬 他删扬的是意料纠 挑选了一国 他挑选了这个律师 我们给他指派这个律师 律师帮助他 收集相关证据 起操相关的手组问署 然后帮助他 发言列案 然后打列到车厅 打列到这个 打这个管室 帮助他被缺 那律师这个费用 律师发的 你给他事 发的院主事 律师是不收集分线的 由此看来 今天在军署 苏其德老人眼里 像是天上掉馅饼的事 其实只是 汤英县各个 执法部门的一项 立行规定 按照军人军署 特殊的诉讼流程 苏老汉的诉状 被迅速转入 专门的 涉军维权法庭 并很快 就得到了判决 拿到法院 为自己讨回的 一纸公道 苏其德一家 多日来的委屈和怨恨 顿时烟消云散 那一天 苏老汉 喊着热泪 给远赛军营的儿子 打了一个电话 欣喜地向儿子诉说 那些天来发生的稀罕事 当我知道思想真相的时候 我心里面 倍感交集 什么想法都有 特别是 从内心来讲 非常感谢 县司法局 和县任务部 帮我们家 把这个问题 解决得很彻底 邻里关系很好 我从内心来说 感谢他们 苏其德老人并不知道 其实早在1998年 汤因县社军维权工作 便引起了河南省军区 省人民法院的重视 也就是在那一年 汤因的成功经验 在全省范围内 得到了大力推广 全省所有法院 都相继建立了 社军维权巡回法庭 有一批责任心强的 这个优秀的 审判的这个优秀的人员 把他们放到 这个维权法庭 从这里面来 这个 凡是涉及到军人 军属的 合法权益 受到侵犯的 这样一类的案件 我们都优先的立案 优先的审理 优先执行 在采访中 我们还发现了 这样一份资料 2006年 河南省八百多名律师 加盟社军维权队伍 全省各个县市 都成立了 社军维权法律服务所 去年 河南省维权组织 就做出了一个 八角程度 其中讲到 24小时的热线电话 就是 不管河南境内的军属 部队 还是 河南及远在各地的军人 我遇到了设法问题 遇到了需要维护 自己权益的世界 这样的话 它就可以直接拨打 这个29小时的热线电话 这个电话 我们和地方的 通信部门已经协调 在全国任何一个地方 都可以以四花的形式拨打 而且是免费的 也就是说 整个河南省 所有军人军属 都可以像苏老汉一样 在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时候 能得到各知能部门 全方位的自法保障 这两年河南省军区和省法院 在不断深入推广和拓展 汤银经验的基础上 又在各地市 成立了社军维权社会法庭 社会法庭顾名思义 就是由社会力量组成的 我们中国人处理问题的方法 都是以和为贵 其中法官们都是一些 社会上威望比较高的退休老干部 与普通百姓之间便于沟通 调解形式也比较容易让人们接受 他们来对那些邻里纠纷 婚姻纠纷 赡养纠纷 借贷纠纷 就是这些传统的民事纠纷案件 加拿离短的一些案件 由他们用那些相逢民俗 那些伦理道德的这些理念 进行调解 一例一发 说他们心腹苦苦 在这个军事军路调解 这个人家中 疾病百分之七八十 都能调解社 调解 和业社会 调解 商贺 调解成俩在这碰着 这高颜颜颜都会了 是是 昨天你看给他的儿子也做工作了 在汤淫经验的带动下 河南各地的社军维权组织机构 力量在不断的增加 形成了以维护军人军属领导小组为牵引 社军案件何以听为主体 法律咨询站为纽带 社军维权法律服务所为保障的 自卫议体维权体系 这都卷中吧 有一部分 原来 我们的卷中比较多 你要做另一年 原来 一年 台湾的鼓励 一年 一开始我们称之后 一年有二十多期 现在我们一年 五六七 重备降低了 重备降低 通过都去到多个部门 互相联动 结局在梦芽状态 以前我们基层官兵 家里面有什么设法问题 我们很难有时间和精力 去出面处理这些事情 现在有了社军维权机制 我们基层官兵家里面 这些设法问题 就有了保障 有了依靠 我们也就没有了后果之忧 现在想想我们精力更加集中了 更加更好的 来驾岗值钱了 而且听说你的孩子在部队 干的很不错 将主 社会要一个不好 如今 夫妻对老人的生活 又恢复了网络的平静 定期一个儿子打个电话 和亲朋好友聊聊儿子 从部队传来的喜讯 和许多军人家庭一样 日子幸福而满足 采访时最让我感动的 是那些社会法官们 因为他们都是义工 没有愁劳 但是他们的责任心 一点都不比法院的法官没逊色 他们说中国人一向机会打关系 而他们这儿没有关 也不伤和气 就是给军人军属 开辟个说理的地方 只是很多人还不知道 涉及维权社会法庭的存在 所以他们希望借助我们栏目 能让更多的军人军属了解这里 以后遇到麻烦事 少走弯路 能尽早摆脱烦恼 其实早在2000年 最高人民法院 解放军总政治部联合工作组 就曾经到汤茵进行过调研 并且联合下发了相关文件 在全国范围内 推广河南省汤茵县 涉军维权工作的成功经验 截止到2004年底 全国已经有283个市地 2775个县市区 建立了涉军维权组织 基本可以说是把涉军维权 普及到了最基层 如今我们的军人军属 有了如此全方位的 法律服务保障 军人们才会安心国防建设 我们的国防力量才能够稳固 好了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再见 科技佣军 一座院校如何带动一座城市 麻醉防疫 部队专家如何造福地方百姓 幸福长春 军民融合 多少故事 显为人知 和平年代 下期为您播出 白山松水的诉说 系列特别节目 科技佣军 并一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成úa 您 吝点赞